那你使用Call-R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你的手機 因為我要打 你要打給我嗎 對 可以嗎 你打給我 你還真的打給我 你還真的打給我 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歡迎收看究極知識王 在台灣YouTube界呢 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拍這個旅遊的Vlog 其中有一位的風格 是我非常喜歡的 那這一位YouTuber呢 同時也是一位Pokemon GO 手遊的大師級人物 那麼歡迎今天的來賓 劉沛 her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沛 你喜歡我的旅遊影片 YA 很可愛啊 我超喜歡看的 各種風格啊 調色啊 跟轉場 謝謝 謝謝 是不是因為你最近可能沒辦法 出門啊 或出國就覺得 對啊 可能就可以填補一下內心的空虛 那劉沛你來台灣多久啊 差不多六年 那來台灣是為了學中文嗎 當初想要來追夢 想要當創作歌手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那至少我有學到中文 回美國會很有用 對 我們今天有一些中文的題目 可以好好考驗一下 劉沛的中文 等一下 是國小嗎 不是喔 他一定不行啊 我 高中 沒關係 我們的題目是可以推敲的 稍微看一下那個字 可以大概猜出來 劉沛最近頻道也是剛破100萬訂閱 對 恭喜 謝謝 歡迎加入我們 百萬YouTuber的行列 好啦 對於今天的題目 有沒有對於哪一種類型的題目 特別的 沒信心 Science Science的東西 對 科學東西我也比較沒有 歷史 歷史我很不喜歡 其實大部分都不可以 除了英文以外 除了英文以外 英文跟可能旅遊以外 非常好 我們今天呢 沒有英文題 好好喔 這個劉沛你來 我出英文題這個 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劉沛能夠在我們 究極知識王 前進到幾關好不好 好 Let's go 第一題 手機遊戲 Pokemon GO中 色違版快龍的 身體顏色是什麼顏色 綠色 等一下 你要先講是不是 對 對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常常會有這種 知道答案表達 沒事啦 好 那我還是把 這個選項念完 A 藍色 B 綠色 C 黃色 D 紫色 請作答 很會演 沒有沒有沒有 B是綠色 綠色 所以已經確定答案是綠色 對 對 確定 你有抓過幾隻色違的快龍 其實因為 在寶可夢遊戲裡面 每個月都會有一個東西 叫社群日 對 那社群日的時候 會出現 大量出現某一個寶可夢 所以去年 好像大概三月份的時候 就有迷你龍 所以都很多迷你龍 那平常社群日會很多色違的 所以只要捕捉到粉紅色的迷你龍 你進化之後 它就會變成綠色 只要有玩寶可夢 有參加社群日就知道 一定會知道這個 我們第一題 稍微轉身一下 對 謝謝 感謝 第一題的答案 對 的確是 B 綠色 恭喜答對 接下來慶祝 第二題 下列歐洲的國家裡面 哪個位於最南邊 A 斯洛伐克 B 荷蘭 C 捷克 D 奧地利 開始計時 常去歐洲嗎 對 但是 不太常看地圖 所以而且 有沒有感覺那個氣溫不一樣 可能可以稍微體會一下 對 一定不是荷蘭 捷克跟奧地利 好像 奧地利比較下面 但是斯洛伐克 我不確定 它比較北還是南 因為它是在奧地利的東邊 確認一下 如果我答錯就結束了嗎 可以再答下一題 我不會說我們今天就結束 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這麼誇張好不好 我們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OK 好 做最後的決定 我覺得 應該是 D 奧地利 為什麼猜奧地利 因為我覺得 斯洛伐克跟捷克 是差不多 但是我知道奧地利 比捷克 下面一點點 這一題 哪個國家最南邊呢 答案是 D 奧地利 沒錯 耶 其實你的地理觀念 非常非常的正確 你剛剛講的幾乎都是對的 是喔 嗯 捷克 斯洛伐克 跟奧地利的相對位置 嗯 你都講對 是喔 所以他們在那個 捷克跟斯洛伐克 算是差不多的水平位置 OK 然後奧地利在 荷蘭是很北邊的 荷蘭很北邊的 奧地利就在稍微難一點點這樣 剛剛這個 非常厲害耶 果然是這個旅遊YouTuber 沒有沒有沒有 非常厲害 來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下列畫作 何者不是由畫家 碧卡索所繪製的 那這題是圖片題 這張名畫 哪一幅不是由碧卡索繪製的 計時開始 Oh my gosh 大概知道碧卡索的畫風會是怎樣 就比較沒有那麼真實 所以我目前想到的是不是C 喔 因為他會用比較他的想法來畫 比較抽象的這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就會比較Y 但是AB跟D 我都從來沒有看過 蛤 真的嗎 所以你是專門找一些是 還是說我對比卡索真的完全不了解 這幾張是算是都 有名嗎 蠻有名的 但不是到最有名的那幾幅 我覺得應該是C 他不會畫那麼真實 而且那麼的 那麼多人吧 這幾張畫裡面 哪一幅不是 比卡索繪製的呢 答案是 B Oh no Really 真的嗎 其實C這張圖呢 他真的是比卡索畫的 他還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開創自己的新的風格 所以他也算是 臨摹這個以前的人的風格 所以這個是專門想要騙 這裡算是 找一個15歲的 對對對 那這個D呢 他這幅畫叫做 瓶子和魚看得出來嗎 瓶子和魚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的主題是一個瓶子跟fish 魚 感覺得出來這個想要表達的畫面嗎 那這一位呢 他也是跟比卡索一樣是這個 立體主義的畫家 這種畫風叫立體主義 只不過他的名字叫做 喬治布拉克 他的畫風跟比卡索其實是蠻像的 對 很像 A的話呢是 這個正畫叫老吉他手 這個是比卡索一個著名的時期 叫做藍色時期 因為這時候呢 他的人生遭遇了一些低潮 所以他畫的風格都比較偏藍色 優異的意思 現在全部藍色 這個倒沒有很高 不是嗎 沒有沒有這不是我的藍色時期 那B的話呢 這個話叫做敬前少女 他就是一個少女在照敬 對 所以這題 殘念這題答案是B 沒關係 這個可能真的稍微陷阱了一點 我剛剛是不想要用我的那個LIFE LINE 就是因為 還會有更難的 哦 對 所以要先把那個救命留住 是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下面一題 第四題 下列合者不是農曆的24節氣之一 A 雙將 B 精直 C 小學 D 語錄 幾時開啟 Yeah I know 我一定要用救命 好 那我們使用Callout 你想打給誰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個手機 因為我打 你能打給我嗎 對 可以嗎 你打給我 可以嗎 不行打給我 不行嗎 不行打給主持人 這作弊 所以就是 因為想說我沒有看到這個規則 所以想說我第一名就打給你 你還真的打給我 你還真的打給我 OK 好好好好 那我打給你們第一集的來賓 阿滴嗎 對 阿滴 對不起 阿滴不及了 那有沒有備案 我覺得這個人會知道 這位是 Hello Hey mom 我現在在一個節目裡 還有一個中文的問題 我不是很美 你能不能幫我打吧 沒有打 OK 等一下 劉沛媽媽你好 我是這個節目主持人 我叫啾啾斜斜 你好 以下下何者無事 農民的二十節制 以下下一次雙將低精子 低小學低語錄 怎麼這麼好想聽聽 你聽不懂吧 哇 阿滴啊 他考我最弱的那個 二十四節氣 你也是最弱嗎 爸 當然最弱 是天氣嗎 I don't know mom It's in Chinese 應該是二吧 精子 精子是嗎 應該是 OK Alright thanks mom Bye 很乾脆 所以根據這個 劉沛媽媽的說法 他覺得是 我完全浪費掉我的教母女說 打過去說 這個是我最不會的 對啊 所以你要聽媽媽的意見嗎 作為一個好兒子 還是要聽媽媽 所以B 所以答案確定選B 確定選B 精子不是二十四節氣之一 這一題的答案 很可惜 答案是B 語錄 語錄是我自己掰的 自己掰的一個 Oh my gosh OK A選項雙將是 10月23號 這個是天氣開始轉變 萬聖節嗎 差不多那時候 古時候這時候會有一些霜開始出現 結霜 B選項 金質 金質其實是打雷的意思 大概在3月6號 他們古時候的說法是說 這個春天打雷之後 藏在土裡面 或是在冬眠的一些動物就會活過來 就被這個雷給嚇到 是這種感覺 所以就有一個驚訝的金 C 小雪 這個顧名C就是開始下去的時候 是11月20號 這個我看得懂 對 所以很可惜這題答案是 D 語錄 這是我自己掰的 很難的 對我是想說 可以稍微考驗一下文化的 我對這個是完全不了解 而且我爸媽也完全不了解 好丟點喔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題 第五題 好 這一題就是 美國相關的題目 來囉 自信來啦 沒有 沒有自信 一樣沒有自信 好 下列合者 並非真實的美國各州法律的規範 A 在路易斯安那州 不能夠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 幫別人叫外送披薩 OK B 在馬里蘭州 不能夠在公共場合穿無袖的上衣 C 在華盛頓州 不能夠在禮拜一 發射煙火 D 在亞利桑那州 不能夠讓一隻驢子 在浴缸裡面睡覺 計時開始 好可愛喔 這些都好可愛 你們想的很可愛 各種奇怪的法律 對 因為我覺得 A 是合法 B 我覺得也是合法 因為美國一定不會限制 沒有秀 或者有秀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D 也是合法 我覺得 C 是不合法 因為基本上 大部分的美國 都不可以放煙火 在特定的地方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 WASHINGTON 我不知道WASHINGTON 能不能夠 我只是覺得 別的都可以 來 而且他說禮拜一 怎麼可能只有禮拜一不可以呢 但是其他 其他三個法律也都很怪 但是我覺得 其他三個是可以 我覺得是C 好 覺得是C嗎 我覺得是C 確定 確定 好 下列哪一個 並不是真實的 美國的法律規範 答案是 C 沒錯 對 恭喜這集答對了 謝謝 謝謝 C 這個是我自己亂掰的 好可愛 但其他ABD呢 這三個很像都是 真實存在的 就真的不能夠這樣做 他們是真的禁止他們這樣做的 欸 等一下 你是不是有點搞錯這個題目 我是完全搞錯題目 但沒有 你最後還是答對了 等一下 所以AB跟D是真實的法律 對 ABD是真實的法律 那我完全是搞錯 我真的是搞錯 但還是對了 呼 Oh my gosh OK 真的不能夠在沒有告知別人的情況下 幫別人叫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那個州規定說 罰款好像500塊免金嘛 很重 這麼奇怪啊 對 B也是 就是在螞蟻籃州 不能夠公共場合隨便穿儀秀上 所以我剛剛解釋是完全錯的 你剛剛解釋是相反的 對 對 是相反 對 我其實剛剛很想笑 我剛剛很想笑 我想說 欸 這樣子解釋 然後最後繞來繞去 欸 居然還是答對了 一個峰迴路長 因為我完全是 OK 好 那還好還好 第一也是很奇怪的法律 不能夠在 讓驢子在浴缸裡面寫掉 好 但這題其實還滿幸運的 嗯 超幸運 搞錯這個節目的重點 但是還是答對了 非常厲害 欸 你給我的問題好難欸 我們稍微長口氣 稍微長口氣 下一題 這個應該就是你比較擅長 來 我們看第六題 動畫《精靈寶可夢》中主角小智 第一次拿到的聯盟大賽冠軍 是在哪一個寶可夢聯盟 A 卡洛斯聯盟 B 神奧聯盟 C 阿羅拉聯盟 D 都城聯盟 D 都城聯盟 除了玩這個Pokemon GO之外 你有看動畫嗎 動畫以前小的時候是有看 那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聯盟 對 是很久以前的 最近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就是小智 時隔二十多年 終於拿到冠軍的這個新聞 沒有 因為他以前都是好像 不管怎麼比最多都是亞軍而已 是嗎 原本想說這一題對你來講 可能是蠻輕鬆的 不是 不輕鬆 沒想到居然玩手遊 但沒看動畫 但是你剛剛說的那個 其實有給我一點提示 因為你說是比較後面二十年 對 睽違已久 所以一定不是B跟D 因為那個是第二代跟第三代 果然還是有點了解的嘛 所以C的話是第七代 那A的話 Kalos Region應該是C的前面 所以我猜啦 我猜是C 我猜 好 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確定答案是 好 是C C 來 這一題看一下 寶可夢大師 我不是寶可夢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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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到底在哪個聯盟 拿到第四冠軍了 答案是 C 沒錯 C 沒錯 的確是阿羅拉聯盟 而且你的推理是 基本上完全正確的 是啊 因為你直接把B跟D刪掉 對 其實如果說你用刪去法的話 我是會直接把你把B跟D刪掉 因為它真的是很久以前的那個世代 對 它是在這個阿羅拉聯盟裡面的這個 馬納羅大會 它所使用的寶可夢是 美鹿美塔 皮卡丘跟 忠岩狼人 但你的推理都非常的正確 我學到東西了 學到東西了 謝謝老師 不是 我也是查資料才知道的 恭喜剛剛那一題 第六題答對啦 好 接下來呢 第七題 這題應該也算是 你擅長的領域 跟旅遊各地的文化了吧 我覺得你每次這樣講 結果是 結果到相反 了解又覺得 好像很丟臉 因為你說是我擅長 來 我們看第七題 義大利的比薩斜塔 它原本的用途是什麼 我不知道 A 鐘樓 B 教堂 C 瞭望塔 D 建塔 計時開始 鐘樓是說時鐘的鐘樓 對 我覺得不是鐘樓 我沒有注意到有一個時鐘在上面 所以你有去過這個地方 有有有 但是是9年前去的 有點記憶模糊 對 應該也不是教堂吧 那你記得它附近有什麼其他建築嗎 旁邊很平 就是沒有東西 然後基本上那邊的建築都很低 所以它是最高的 特別顯眼的 感覺好像是最高的 它蓋這麼高要幹嘛 而且它又有一點這樣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C或D 最終答案 我覺得 D 所以覺得是D 建塔 來 我可以改嗎 可以 好 我可以改 C C 遼忘塔 好 最後 來這題比薩鞋塔 它原本的用途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是 A 鐘樓 是你最一開始排除掉的答案 那這個比薩鞋塔呢 補充一下小知識 它是建於1173年 非常久了 那這個設計者 沒有人知道是誰 非常的神秘 它現在琴斜角度已經將近四度了 但它不是故意設計成鞋的 它是慢慢的受那個地質的影響 變邪的 一開始是直的 對 你看你每次說 你的擅長 感覺擅長的 不是擅長 那我接下來就不說你擅長 好 就說你可能不知道 然後結果我答對 這題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好 來我們看第八題 下列合者不是 日本曾經使用過的年號 A 令和 B 治安 C 真勇 D 萬年 先開始 我知道A是有用過的 因為我前幾個禮拜去日本 用IGPO現動的時候呢 就看到令和 所以我知道A是有用過的 這個推理蠻合理的 所以B C或D 萬年我在想會不會太明顯 它裡面那個字有年 跟萬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它怎麼會用成年號 但另外三個是沒有用的 來我們倒數五秒鐘 好我想要保留我的救命 所以我猜D D 猜D 其實也算是半猜半推 來這一題 下列合者不是 日本曾經使用過的年號 這一題的答案是 D 答對了 是嗎 對 萬年這個東西是我自己掰的 其實這個日本的年號 它制定是要去找古書裡面的 而且不能夠是很常用的字 所以你看像令和 智安可能現在很常用 以前可能沒有很常用 那真勇 這些都是比較生僻的 比較不像是一個單詞的感覺 但萬年就是一萬年這種 太明顯的這種東西 對 他們就不會拿來用 所以你剛剛的推理其實還蠻合理的 因為它太明顯了 所以反而它不會被拿來用 跟大家補充一下 令和是目前最新的年號 對不對 所以你去發推特的時候 IG的時候就是會用這個 智安其實很久的是 1021年到1024年的年號了 非常久 真勇也是很久是在1232到1233 短短使用一年 因為以前他們很常就會更動年號 可能就是希望改一下國運之類的 但是一直到明治天皇的時候 他就下令說 我們以後就是一個天皇就一個國號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要換國號 就是一定要換天皇的時候才會再換 所以這題其實你的推理還蠻正確的 對 非常厲害 謝謝 謝謝 下一題第九題 下令曾經治理過台灣的政權 依照時間的先後排序為何 這題歷史題 完全聽不懂你剛剛說什麼 這是曾經在台灣統治過的 政權政府 對 台灣有曾經被很多政府統治過 我知道 對 就是這個東西 OK 好 那我聽得懂 Oh my god 想順序嗎 對 順序 A 明正到清朝到日本到荷蘭 B 日本到清朝到荷蘭到明正 C 荷蘭到明正到清朝到日本 D 清朝到日本到荷蘭到明正 自己開始 我覺得我知道這個 喔 因為我前 我好像去年還是兩年前我去台南 那去台南你知道在那個 台南一定會做這種介紹 我是在那邊才學到 原來以前荷蘭有來過台灣 對 而是很久以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荷蘭先 那在ABCD裡面荷蘭先的就是C 所以我覺得是C 那後面這三個 你有大概知道順序嗎 我覺得最近是日本 然後清朝因為是比日本更前面的 因為清朝好像190什麼的 就00 or something 189什麼的 所以應該是C 最後的答案選C 來 我們看一下 劉沛對於台灣的歷史熟不熟悉啊 不熟悉 這一題時間的先後順序 答案是 C 恭喜答對 欸 非常厲害欸 其實你剛剛的推理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對 剛好你去過台南嘛 然後去看到那個荷蘭的建築 那明正你可能比較少聽到 外國人可能真的比較少聽到 是在明朝的時候 有一群姓鄭氏的 姓鄭的家族曾經統治過台灣 是喔 對 從鄭之龍到鄭成功 然後鄭金鄭克爽 有聽過嗎 鄭成功有聽過嗎 我聽過鄭成功 對 就是那個時期 OK 所以其實你的台灣的歷史 這樣講還不錯欸 No 我不好 不好 你剛剛的推理是非常合理的 是嗎 是非常正確的 OK 這題非常厲害答對了 再來我們看下一題 我很想說這題是你擅長的 但是先不要說好了 不是擅長 不是擅長 來 我們看第十題 下列寶可夢當中何者不是電屬性的寶可夢 A 熔熔羊 B 怕其荔枝 C 哈約克 D 樂克貓 繼續開始 好 這個確實有三場 唉唷 對 而且還好你有英文在旁邊 所以我就知道 剛好看得到 對對對 因為也是剛好APD已經出現在Pokemon GO裡面的 而且那三個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區域限定 區域限定 或者是有社群日用過或者很稀有的 那唯一不是電屬性的就是C 哈約克 嗯 對 好 這題 喔 非常的肯定 第一次看到這麼肯定的確定 終於 終於 對 這一題合著不是電屬性的寶可夢 答案是 C 沒錯 這個哈約克它是一般屬性的寶可夢 那其他三隻呢都是還蠻明顯的 電屬性 但其實 因為我比較少在玩Pokemon GO 所以其實我是特別查知道 我才知道 因為我是想說像 熔熔羊 其實你單純從字面上來看 還蠻難想到 它是電屬性 就是一隻羊 感覺應該是什麼草系 還是地面系之類的 對 是 這題對你來講應該是非常簡單 恭喜答對了 謝謝 來 我們看下一題 第十一題 下列哪個國家裡面沒有常備的軍隊 A 冰島 B 克麥隆 C 薩爾瓦多 D 瑞士 一起開始 哇 OK 有去過這其中哪個國家嗎 冰島跟瑞士都去過 我記得你們去冰島 泡溫泉嗎 對 我不確定 因為我對B跟C不太熟悉 因為我沒去過南美 也沒去過非洲 對 苦惱了 苦惱 倒數五秒 五秒 對 好 我覺得用那個 刪去嗎 對 那我們可以把B跟C都刪掉 OK 剩下A跟D OK 就你印象中 那你去這兩個國家你有看到軍隊嗎 都沒有 都沒有 好像一般人路上也不太看到軍隊 都沒有 我在猜會不會是D 因為在每一個世界大戰或者任何戰 他們都是neutral 都沒有參加任何東西 保持中軍的力量 對 所以我才猜會不會是他 但是他中力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軍隊太厲害 哎呦 這又轉了一圈 我們倒數五秒之後 D 這一題 哪個國家沒有常備軍隊呢 答案 很可惜是A 答案是冰島 冰島是沒有常備的軍隊的 D瑞士呢 其實他反而是全民皆兵 他是有EUE的 就跟台灣一樣 就是因為他是neutral 成年之後男性是需要躺兵的 新兵訓練之後 然後分可能隔年度 就有點像我們台灣的教招一樣 就成年去受一個短期的訓練 是喔 那冰島呢 他在1951年到2006年是美國駐軍的 但是後來他們撤綁之後呢 就沒有常備軍隊了 其實應該是冰島 因為冰島是一個島 然後旁邊都沒有東西 不太需要軍隊 對 那瑞士旁邊都是國家 對 可惜可惜 太可惜了 那麼下一題還能不能拼回來 第12題 吳偉雄的英文是 Koala 那是源自於澳洲原住民的一個方言 這個原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A 沒有尾巴 B 不喝水 C 不進食 D 不起床 計時開始 喔 我不知道原來 Koala這個是澳洲原住民的方言 因為他們是到澳洲都還發現這個生物 所以就是依照那個當地人的 他們怎麼稱呼他就這樣叫 覺得是A或者D 因為感覺那個字是Ko跟Ala 所以我不知道Ko是不是不 還是沒有 這是一個自首自圍 是自猜的 自根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A A 對 因為連中文的名字也是五尾熊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沒有尾巴 沒有尾巴 這一題 劉沛覺得五尾熊的原文就是沒有尾巴 所以就叫五尾熊 這一題的答案呢 很可惜是B 是喝水 它的原文其實是不喝水的意思 真的嗎 那它是源自這個澳洲的原住民 叫達拉格族 他們的這個語言 那原文是叫Guala G-U-L-A 這樣子的翻譯 英文的時候就變成Koala 那它其實意思是不喝水的意思 但這題很可惜 還是答錯了 很可惜 我覺得就是因為 中文的名字是五尾熊 所以就會放A在那邊 感覺好像沒有選這個 沒關係 我們看下一題 13題 在下列的元素符號當中 何者不是以國家來命名 我們看A選項 FR B選項 NH C PO DIN 進行開始 這個好難喔 但是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它其實是可以推移的 對對對 我覺得 不是A 因為我記得A好像是 Francium還是什麼的 所以那個是法國 BCD的話 I have no idea PO 可以想一下哪些國家的名稱 怎麼拼的 5秒 4 3 2 C 所以你選C B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 第二個字母是 第二個字是母音 哦 是這樣子的推移 No 沒有 沒有想法 這一題哪一個元素不是用國家 來命名的呢 答案 很可惜是 IN B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 這個A選項 FR的確跟你講的一樣 是Francium 就是法國 B選項呢 NH 它其實是日本 Nihon Nihonium OK 它是很新的一個元素 哇 OK C很像 PO呢 它是波蘭 就是沒想到這個國家 D很像呢 它也是一個真實存在的 我原本是想要誤導你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是什麼 印第亞 或是印度尼西亞之類的 對對對 它叫Indiam 有沒有感覺很像印度發現的 Indian I-N-D-I-U-N Indiam 很像啊 很像對不對 很像印度 D藍色的英文叫Indigo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才叫Indiam 但其實是可以推理的 有沒有覺得 對 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那個B真的很難 NH 太新了 因為你會用英文來想 日本嗎 那就JP嗎 JP 感覺應該是J開頭 對對對 日本還是用日本人的思路來想 好厲害 下一題 下列合者並非現存國家的國旗 這個是圖像題 我們看 ABCD 四個國旗 OK 他們呢都是藍白紅相間的國旗 細節開始 我覺得A跟D 是國家的國旗 一個是法國 一個是別的國旗 就是你有看過這樣 好像有看過 我覺得可能是C 因為A B跟D 中間都有白色 但C它剛好順序是不太一樣 對 而且白色在上面 好像會不會有一點奇怪 我們英文也會平常說 就是在美國的話 我們是Red White Blue 然後White都是在這邊 都會放在中間接 對 這一題 劉沛覺得 是C 這一題 答案呢 是A Oh my gosh 然後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 D選項 它是荷蘭 C選項呢 俄羅斯嗎 對是俄羅斯 是不是突然想起來了 對 然後D選項是法國 對 A選項其實我把法國國旗 左右顛倒而已 但是 但其實它是真實存在過的 它是在這個 1791年到1792年 法蘭西王國 原本法國那個地方 就是它是舊的國旗 然後在1792年到1994年 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國 的國旗也是長這樣子 但這題我覺得 我自己出的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很有趣啊 很有趣啊 而且你剛剛的推理其實 好像突然也蠻有邏輯的 就是白色應該放中間 俄羅斯就偏偏不是喔 國旗這一題非常可惜 好 所以現在已經答對了 7題了對不對 所以已經 確定至少有那個小獎品 OK 會送給我 再來呢 能不能夠超越阿滴 關鍵就在這最後一題了 真的嗎 我不知道 我剛剛答給他 那分不切 所以如果今天 我沒有超越他 是因為他沒有接電話好不好阿滴 他沒有接電話 這是你的責任喔 好 我們看第15題 這一題 是我自己設定的大魔王題 因為最後一題了 OK 中文題 下列各組與詞 括號當中的字 前後意義不同的是哪一個 那這題呢 剛好也是100年指考的題目 這是我當年考指考的時候的題目 是喔 那我們看一下 A 物商其類跟出類拔萃的類 B 折衝尊主跟遺尊就教的尊字 C 去值數年跟去國懷鄉的去 D 極餓如愁跟大聲疾呼的極 所以要說哪一個是不同的 前後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突然覺得 台灣對高中生很辛苦 我開始學中文就已經覺得 很辛苦 用中文的人就已經很辛苦了 突然間要學什麼成語阿 就覺得 這個之前都是 要為就是成語 要為就是古文 我完全沒有想法 所以我就猜 C OK C 好 下列哪個括號裡面的字 前後意義不一樣呢 很可惜答案是B 那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物商其類出類拔萃 這兩個類都是同類的意思 物商其類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看到 跟自己相似的人的遭遇的時候 你感到感傷 那出類拔萃呢 就在同類的人裡面 你特別厲害 B呢 這個尊 木字旁這個尊呢 它其實是酒杯的意思 酒杯 喝酒的酒杯 喝蔥尊祖呢 祖是肉的意思 酒跟肉 就是出現在餐宴會的場合 這意思是說 他們致力於外交的工作 那宜尊舊教呢 是說我把酒杯帶來 你這邊跟你請教一些問題 C選項呢 去職數年 去就是離開的意思 離開這個職位好幾年了 去國懷向是 離開這個 我的國家之後 我非常懷念 是這樣子的意思 D選項呢 極餓如仇極是 憎恨的意思 就是我討厭壞人 就跟我看到仇人是一樣 大聲疾呼呢 是大聲然後很快的喊 所以這個疾是疾觸的意思 這其實我當初也是就 背背然後考完事之後 全部都忘了 對 好 那今天呢 劉沛雖然說很可惜 但其實也答對了蠻多題的啦 這次的題目 我老實講其實是有 稍微偏難 叮叮 對不對 我們知道 應該是很難啦 但是我也有設計 專門為你的題目 像Pokemon GO 真的有 所以最後呢 還是有達到七題 所以還是有我們的小獎品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進入抽獎環節啦 那這次呢 我們這個小獎品是由 Zenlet所提供的 那他們是做這個 新型態的一種錢包啦 那他們的品牌理念呢 是說 安全防盜 簡單俐落的這個設計理念 龐太極的鋁合金 來打造的這種金屬錢包 非常的酷 好 這次呢 我們抽獎Zenlet錢包裡面的 有三種款式 分別是 Zenlet AL 跟Zenlet 2 跟2PLUS的款式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抽到哪一個啊 喔 好深喔 喔 但是卡很少 抽到的就是 喔 Zenlet AL 是最好的嗎 如果說你特別在意隱私的話呢 這款式是最好的 Yeah Zenlet AL 這個看起來很像什麼東西 我看的時候我以為是硬碟 真的像硬碟 很像硬碟 對 它其實是錢包 來 你看一下 它呢是這三款裡面 算最薄的錢包啦 它是全屏蔽的 就是有時候 國外有一些駭客的案例是說 你可能信用卡 或者是一些感應卡放在裡面 就莫名其妙 你經過一個感應器就被倒刷了 但是呢 它可以做到這個金屬屏蔽 所以呢 你卡放在裡面就非常安全 不會隨便被刷掉這樣 你卡片就是打開 然後放進去 刪去之後呢 你把它關起來 再打開的時候 卡就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這太可怕了 不是 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卡 就是從低到高排列出來 這樣就不會說你很難抽出來 所以你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一二三四五 五張卡全部都幫你分開這樣 所以這個還蠻方便的 謝謝 然後它有這個保護資安的功能 你是說那個RFID嗎 不會被隨便亂刷這樣 謝謝 這一次劉沛所獲得的獎品 RENLET AL全包 今天非常感謝劉沛來上我們這個節目 對今天的題目有什麼感想呢 就太難了 會太難嗎 尤其是就是很多中文的部分 還有文化相關的 文化也蠻難的 但最後這一題真的 最後是我設定的大魔 但是其實我這次的題目呢 都是稍微可以讓你推敲一下 就不是說你如果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什麼都沒有 對 都是可以稍微推理一下的 有 有那個感覺 那其實你有幾題這個推理 也都意外的還蠻正確的 真的是讓我有點嚇到 再次感謝劉沛來參加我們今天的節目 謝謝 那最後劉沛這一次答對的是七題嘛 所以呢是算跟阿滴並列在第三名啦 嘿 第三名還不錯嘛好不好 OK 第三名很棒 前三名聽起來就很厲害 對 欸 三強好不好 對 前三強 只是我覺得我沒辦法就是 真正的三強我要怪阿滴啦 對 都是他害的 其實剛剛是想要打給他 但他不接 因為他知道 他不想要我超過他的分數 所以他是故意不接的 對 所以是故意不接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再次感謝劉沛來參加我們選文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 究極製作王再見囉 大家掰掰 都看不見了 非常謝謝 謝謝 - 寧願 -寧願 - 寧願